地球地窖上有很多地方遍布地热温泉 其中有部分的温泉美得不可思议 今天仰望世界为您带来世界上奇特梦幻的温泉 威图安齐戴尼兹利市的北部有个著名的温泉度假圣地 这里不仅有上千年的天然温泉 还有只古怪好像棉花一样的山丘 这块坡地长2700米高160米 在这里你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 曾经牧羊人安迪·密恩为了和希腊月神瑟利尼优惠 竟然忘记了几羊奶 这只羊奶肆意横流盖住了整座丘陵 这便是土耳其民间有关棉花堡的美丽兰游 1988年棉花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土耳其政府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一世界奇观 规定游客必须赤脚参观 以防协底谋损棉花堡的石灰岩 所谓棉花就是泉水从山顶叶往下流 所经之处历经千百年盖化沉淀 形成层层相叠的半圆形 白色天然石灰岩阶梯 从远远看去就像大朵大朵棉花 矗立在山丘上 棉花踩上去并不光滑 棉花堡的泉水深浅不一 有些直到脚踝 有些可及腰部 水温中年保持在36到38度 坐落在山顶上的历史古城 希拉波里斯 从古罗马时代就吸引着众多的人们 来此进行水疗 并为今天的人们 遗留下了温泉中心和温泉池 这里水的酸碱值大概6左右 泉水还可以用 重点是 土耳其棉花堡温泉是不收费的哦 土耳其政府对于天然泉水 还进行了有计划的管控 比如在原有地形上 用水泥砌成一阶一阶的人工阶梯边缘 有助泉水中的碳酸钙堆积在上面 形成人工的石灰阶地 另外为保持地形干燥 让胶状的碳酸钙沉淀物 有足够的时间接住阳光曝晒变硬 有些区域要控制放水 但如果干涸的时间长了 又要重新注水 区分天然的石阶地形和人工部分并不困难 自然形成的阶梯边缘会沉积出一条条棱状凸起 踩在上面脚底会感到刺痛 而人造地方因边缘有一定的厚度 看起来很单调统一 不如天然形成的精彩 怎么样 对于这个美丽的棉花宝 你想来体验一下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